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背景,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军队反腐败的最新进展和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最近,中国两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被开除党籍、军籍 并被移交军事检查机关起诉 这一消息震动了整个军界和社会 我们将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这一反腐浪潮 以及中国军队在反腐败道路上面临的艰难挑战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次事件的背景 6月27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李尚福、魏凤和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决定给予这两人开除党籍、军籍的处分 并将他们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查机关审查起诉 李尚福被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对抗组织审查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违规为本人和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钱款 涉嫌受贿罪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他人钱款 涉嫌行贿罪 审查调查中还发现李尚福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魏凤和的情况也类似 他被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对抗组织审查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严重违反连结纪律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钱款 涉嫌受贿罪 审查调查中还发现魏凤和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这些指控不仅揭示了中国军队中的腐败问题 还显示了军队反腐败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实际上 这次反腐行动并不是孤立的事件 而是中国军队自2012年以来一系列反腐败行动的延续 过去十多年 中国高层一直高举反腐败大旗 并试图通过加强监察和审计工作 遏制腐败发生 然而 李尚福和魏凤和的落马显示 军队的腐败土壤仍远远没有清理干净 在这里 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中国军队反腐败的历史 1978年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邓小平提出军队要忍耐 要求军队减少开支 支持国家经济建设 上世纪80年代 一些军队单位开始经商挣钱以弥补费用缺口 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 军队经商现象已十分普遍 不仅严重影响军队战斗力 也败坏了军队风气 尽管高层一再下令禁止军队经商 但腐败之风依然盛行 买官卖官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徐才厚 他在2004年至2012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 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 数额特别巨大 解放军军科院少将杨春长曾透露 有一名大军区司令送给徐才后2000万元人民币 买官卖官 受贿贪污等腐败现象 在军中屡见不鲜 这不仅严重污染了军队的风气 也严重威胁到军队的战斗力和国家安全 2014年 官方领导人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 痛斥军中腐败现象 说 我看到反映这些问题的材料时深恶痛绝 常常会拍案而起 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否则军队就有变质变色的危险 从2012年到2017年 中共公开查处了徐才厚 郭伯雄以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原参谋长房峰辉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原主任张扬等7名上将 以及数十名将军及高级军官 被认为是解放军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打击腐败行动 然而 尽管高层反腐决心坚定 军队腐败问题依然顽固 特别是2017年中共十九大至2022年中共二十大期间 尽管中共整体上仍然对腐败保持高压 但军队落马降领的数量明显减少 特别是上将及降领出事的案例更为罕见 然而 去年以来 军队多起高层腐败案的曝光 尤其是魏凤和和李尚福的腐败案 再次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军队反腐败的成效 2017年中共十九大至2022年中共二十大期间 虽然中共整体上仍然对腐败保持高压 但军队落马降领的数量明显减少 更显见上将级降领出事 有分析认为 经过中共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 制度防腐和廉政教育 军队一度蔓延的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因腐败被查处的高级降领也明显减少 但这一说法受到去年以来 军队多起高层腐败案的挑战 尤其两任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及李尚福的腐败案 不能不让人重新审视中国军队反腐败的成效 去年以来 有据可查的落马将领已达实多名 其中包括五名上将 四名中将 三名少将 这在中国军方反腐败历史上十分少见 李尚福 魏凤和案 以及火箭军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领导层 涡案显示 尽管过去十多年来 中共高层一直高举反腐败大旗 并试图通过加强监察和审计工作 遏制腐败发生 但买官卖官 受贿贪污等腐败现象 仍在军中频发 这说明军队产生腐败的土壤 仍远远没有清理干净 回顾过去几十年 中国军队的反腐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腐败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军队开始经商 这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 尽管军队经商在1998年被禁止 但腐败的根源并未被彻底铲除 许多高级军官利用职务之变 进行权钱交易 收受贿赂 严重污染了军队的政治生态 一个显著的例子 是徐才厚和郭伯雄 两人分别在2004年至2012年 和2002年至2012年 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他们利用职务之变 为他人晋升提供帮助 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 徐才厚曾被指收受巨额贿赂 其受贿金额之巨 令人震惊 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也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形象 2014年 官方领导人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 痛斥军中腐败现象时说 我看到反映 这些问题的材料时深恶痛绝 常常会拍案而起 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否则军队就有变质变色的危险 从2012年到2017年 中共公开查处了徐才厚 郭伯雄以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原参谋长房峰辉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原主任张扬等7名上将 以及数十名将军级高级军官 被认为是解放军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打击腐败行动 然而尽管高层反腐决心坚定 军队腐败问题依然顽固 特别是2017年中共十九大至2022年中共二十大期间 尽管中共整体上仍然对腐败保持高压 但军队落马将领的数量明显减少 特别是上将级将领出事的案例更为罕见 然而去年以来军队多起高层腐败案的曝光 尤其是魏凤和和李尚福的腐败案 再次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军队反腐败的成效 李尚福和魏凤和的落马 不仅再度揭示了军中腐败的严重性 也让人们对高层反腐决心有了更深的认识 和江泽民时代提拔的徐才后 郭伯雄等将领不同 魏凤和李尚福是官方领导人 一手提拔的军队大员 可他们一旦被证实违法违纪 高层也毫不手软 这显示出中共高层 在打击腐败方面的坚定态度 实际上中共二十大后 在党政军所有重要岗位人选问题上 拥有绝对权力 不再有派系牵制 反腐败斗争也基本能做到 只看事实 不问派系了 尽管如此 军队和地方一样 腐败之风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 2023年 中纪委查处了 45名副不及以上高官 数量为2017年以来最多 今年上半年 已有30多名副不及以上高官被查 加上军队 这波反腐败高潮 显示中共反腐力度 确实没有减弱 2021年 中共高层得出了反腐败斗争 取得压倒性胜利 并得到全面巩固的结论 有人认为 中共或将在反腐败方面 有所放松 但官方领导人 在今年初中纪委全会上强调 面对依然严峻 复杂的形势 反腐败 绝对不能回头 不能松懈 不能慈悲 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去年以来 一大批党政军高官落马的事实表明 官场腐败问题 仍十分严重 高层对此不会 也不敢松懈 否则中共 以及解放军又将面临变质变色的风险 6月17日 官方领导人在中共革命圣地延安举行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说 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必须坚持严的基调 不动摇 拓展反腐败斗争 深度广度 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 丰富城市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工具箱 加强高级干部履职用全全方位监管 但在官本位和特权意识依然浓厚的社会环境下 全方位监管高级干部的权力又谈何容易 中国官场腐败历史悠久 腐败土壤不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就能铲除 军队当然也不例外 即使高层拿下了徐才厚 郭伯雄 房峰辉 张扬 魏凤和 李尚福等军中大老虎 中国军队的反腐之路依然漫长 在北京的深秋 天色逐渐变得阴沉 寒风中夹杂着一丝阴谋的味道 习近平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和报告 他微微皱眉 看着两个熟悉的名字 魏凤和和李尚福 这俩人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瓜田李夏 他们都曾是中共的高级将领 手握十全 这次他们的命运可不太妙 两个前国防部长竟然在同一天被双开 被移交军事法庭 这可不是一般的电视剧桥段 央视的报道一如既往的言简一概 魏凤和和李尚福都被开除党籍 终止中共二十大代表资格 中共军委还开除了他们的军级 取消了他们的上将军衔 就连法律都不得不在他们面前 低下高贵的头颅 他们的涉嫌犯罪问题 被移送到军事检查机关审查起诉 这个双重打击足以让任何一位将军变成一只落汤鸡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 关于魏凤和和李尚福的罪名 竟然都在受惠罪上找到了交集 然而李尚福还多了一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送给他人钱款 涉嫌行贿罪 看起来李尚福的贿赂技能数点得相当全面 难道他在获得国防部长的任命之前 还得拿出一份打通关节的礼单吗 这可是一个相当大胆的猜测 副国级官员行贿 这也未免太离谱了吧 说到李尚福 这位老将军可不是个简单人物 他的辉煌履历中 不仅包括卫星发射和探阅任务 还涉及航天技术项目 就连美国对他的制裁也未能阻挡他的步伐 但现在李尚福的光辉履历 变成了他的罪状清单 政治局的结论中 李尚福的问题在于军队装备领域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 外媒所说的导弹注水事件 难道这位总责任人就是李尚福 习近平对李尚福的震怒 并不在于他的行贿受贿行为 而是对他忠诚问题的不满 这一点说明 在中共的世界里 政治问题往往通过经济罪名来处理 中央给军事法庭 安排了刑期 李尚福的未来 可能会在死刑缓刑 或无期徒刑之间摇摆不定 再来看魏凤和 这位火箭军上将 同样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政治局审议报告中 首次给予了 副国级官员信仰坍塌 忠诚诗节的八字评语 简直是小说中的描写 对中共来说 信仰马列主义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但对魏凤和来说 抛弃这种信仰 或许正是他的心生之路 今年4月份 中共人大元副委员长乌云 其木格逝世 魏凤和与其他前国务委员 联名送花圈 这一举动 似乎显示出他 依然被视为党内的自己人 但这一劫 却没有让他平安落地 魏凤和的处理结果 成为2023年 共军火箭军腐败案的标杆 更多的将领和军工企业负责人将面临类似的惩罚 这些人的罪名 大多局限在受贿行贿两项 至于前外交部长秦刚的命运 或许也会在三中全会前尘埃落定 6月中旬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 提出要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这话听起来有点像政治改革的前奏曲 但问题在于 如何在不动政治体制的前提下铲除腐败 习近平选择在三中全会前祭出闸刀 是为了保证中共在经济改革中的稳定 他用不姑息的手段威胁党徒 坐牢不见天日的威胁 确保他们守住入党誓言 这样中共的独裁体制才能勉强维持下去 从习近平强硬处理两名前国防部长的手段来看 中共的党规高于法律 甚至超越了道德标准 但这种无视道德标准的邦规条款 最终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为了保证中共的独裁体制 党内的规章制度正好成为了法令滋章 盗贼多有的写照 在这个深秋的北京 两只靴子同时落地 魏凤和与李尚福成了政治权斗的牺牲品 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中共内部斗争的缩影 更是权力与腐败交织的悲剧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故事 都让人感叹权力游戏的残酷与无情 在这个舞台上 没有永远的英雄 只有不断变换的角色 和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在中国军队的最新一轮反腐风暴中 两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李尚福和魏凤和 双双被开除党籍军机 并移交军事检查机关 这一举动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中共十八大以来 军中反腐成效的质疑 尽管2012年以来 官方领导人高举反腐大旗 解放军反腐取得了一定成果 军队风气有所改善 但高层腐败问题依旧频发 显示军队的腐败土壤还远未铲除 反腐败任务仍然艰巨且漫长 回顾历史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提出军队要减少开支 支持国家经济建设 这导致上世纪80年代以来 军队开始经商 以弥补费用缺口 尽管高层下令禁止军队经商 但贪腐之风依旧盛行 买官卖官现象几乎公开化 2004年至2012年 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徐才厚 就是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 并收受贿赂的典型例子 受贿金额巨大 这一切让高层反腐决心坚定 但成效仍有限 2014年 官方领导人在古田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表示 军队腐败问题 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2012年至2017年间 中共公开查处了多名高级军官 包括徐才厚 郭伯雄等上将 然而尽管之后几年 军队反腐力度有所减弱 但去年以来的多起高层腐败案 尤其是魏凤和和李尚福的落马 再次挑战了军队反腐的成效 2023年6月27日 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央军委 关于李尚福和魏凤和问题的审结果和处理意见 决定对两人开除党籍和军籍 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李尚福被指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对抗组织审查 并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巨额贿赂 涉嫌受贿罪和刑贿罪 而魏凤和也同样因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连接纪律 涉嫌受贿罪 军队腐败问题不仅局限于个人 而波及整个系统 火箭军领导层的窝案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自去年底至今年初 数名火箭军高级将领被罢免 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或取消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显示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这些将领中 包括已免职的火箭军司令员和政委 更让人看到了腐败幅度之广 不到一年时间内 有据可查的落马将领 已达十多名 包括五名上将 四名中将和三名少将 显示中共对军队腐败的打击力度在加大 这不仅反映了军队内部腐败治理的必要性 也展示了官方领导人对反腐败的决心 尽管卫凤和和李尚福是官方领导人一手提拔的军队高层 但他们一旦被发现违法违纪 依然被毫不留情的查处 尽管中共不断在反腐问题上加大力度 但腐败之风短期内难以消除 这不仅仅是军队的问题 也是整个社会系统性的问题 中纪委数据显示 2023年查处的腹部级以上高官数量达到新高 显示官场腐败依然严重 官方领导人今年初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 反腐败绝不能回头 不能松懈 不能慈悲 必须永远吹 想冲锋号 显示高层将继续保持高压反腐的决心 然而在官本位和特权意识依然浓厚的社会环境下 全方位监管高级干部的权力难度较大 中国官场腐败历史悠久 腐败土壤不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就能铲除 军队当然也不例外 即使高层拿下了一批军中大老虎 中国军队的反腐之路依旧漫长而艰难 要彻底根除腐败 需要系统性改革和长期的制度建设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经济前景悲观 中国人躺平心去处 青年养老院 据美国之音报道 青年养老院在中国的近郊农村 如雨昏存般出现 主打短暂逃离 放松充电 身心疗愈 因为物价便宜 清净自然和具备文化特色 让在城市职场内卷的打工青年 提早养老 行业猎头分析 青年养老院的崛起 呈现中国青年消极的就业现状 也加上经济下滑 让青年看不到短期内 升值加薪的希望 促使青年选择逃避 在苏州近郊 一座全新的青年养老院 7月初筹备开张 宣传一周人民币500元入住 美国之音联系主理人小许的这天 屋舍还在验收阶段 但群组里已有上百名排队等候入住的房客积极集巡 一年前小许在山里租下一间小房子当作咖啡工作室 逃离城市成为她的招牌 迎来许多新朋友来山里体验一日老板 就在小许思索如何把共创共建的计划升级时 青年养老院给了她实验性方向 号召青年回山里养老 她形容这是披着养老院的壳 给年轻人身心灵疗愈放松 短暂逃离生活或缓解工作压力的地方 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想求得的姐 小许表示 建立一座青年养老院的门槛很低 但是要搞出名堂得靠活动内容 需要通过会员制 筛选年龄 人格特质 职业等类别 要让志同道和同频的青年人在共同空间互动 享受自然 创造同频却多元的群体交流才是目标 小许强调 人们要追逐乡村生活方式 而不仅追逐青年养老院的名 对于青年躺平等于放弃奋斗的质疑 小许对美国之音说 消极的一些信息也好 指责或是这种观点 我不太认可 时下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已经足够大了 房子买在高点 工作目前又是如此的卷 公司996 总得让他有一个休息的点吧 他不是真的来躺平 他只是来短时间充电和放空 对身心灵解压 他不是说真的来逃离的 我住家里一分钱不要 这那才是真的逃离 但微博网民也出现不同声音 有人认为这是低知养贤 比高薪养莲高尚太多 有人指出 向医院寻找精神自由多于身体自由 面对社会的变化 青年需要适应 各界更应重视底层原因 充分就业是职责之一 也有网民 塔伐叫躺平院 别侮辱老人 无业游民就是逃避 中国45岁的人就想养老 那中国会走回头路 这是人生消极观的生活态度 不值得提倡 青年养老院遍地开花 青年养老院正在中国遍地开花 一间位于河南 主打20多岁女生 裸辞到山里开的青年养老院 第二和第三院子 将落地郑州和兰州 还未正式营业 就吸引上万人接巡 运营团队在社群平台发布 短短三个月 营收利润达进七位数 且持续招募合伙人 规划发展到全中国 2022年10月 在云南打造中国第一家 青年养老院的创立人 卢伯克 乐观看待外界 青年养老院的质疑 他强调 人都需要躺平 不间断地休息 尊重各种看法 但新产业的发展迅猛 也引发担忧 卢伯克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很多人觉得 有个房子就能搞成一个 青年养老院 所以在不久的将来 没有去规范的话 没有自我认知的话 其实这个行业 还是会被做得 被做得很糟糕 跟风去做青年养老院 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反而会拉低 这个行业的水准 因为竞争 让这个行业 变得越来越不正规 卢伯克从2014年成立青年旅社 旅游公司到公益组织 长达10年了解青年身心灵需求的经验 让他和伙伴决定创立青年养老院 以人为本出发 限定18到45岁 有工作经验的群体入住 而目前入住的多以自由职业者 或在公共工作生活上遭遇瓶颈的年轻人居多 休息后再重新出发 他说 多数人离开青年养老院后 心态产生变化 让社交 学习或工作 表现都更好 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各地青年养老院访查 青年入住可自由参与瑜伽 咖啡 摄影 烹饪 茶艺 棋牌 红酒等各类教程 有的则强调亲近自然的农活 园艺 钓鱼活动等 收费依照地区和活动内容各异 像是泉州和成都 有一个月人民币1200元包吃住 河北 的有一个月3588元 也有按周计费 消极躺平背后的残酷经济现实 在香港的IMC Talent猎头公司创始人 David Texu分析 青年养老院发展的关键背景是 中国职场环境变差 对年轻人月趋苛刻且不友好 具体表现在加班 人事关系复杂 无意义工作增加 行政流程冗长 使年轻人普遍对职场失望 选择逃避 David告诉美国之音 连续几年的高效扩招 高等院校毕业文凭贬值 市场从人才供应角度来讲 毕业生供给量变大 加上经济在下滑 年轻人的就业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竞争激烈 机会变少 收入不像五年十年前那样漂亮跟稳定 就是消极的一个局面 David补充到被称为Z世代的00后 因为成长过程受西方个人主义影响较深 自我感受摆第一 做决策不太受到社会和家庭压力束缚 就业心态只要不喜欢一份工作 就是裸辞或果断辞职换工作 甚至先停一停 宅在家或去旅行 累积下来造就了青年养老院萌芽的土壤 David强调 青年养老院是花丛中开出的特别的花 但它其实本质还是花 只是青年裸辞后休息旅居的新形势 更像数字游民加上青年驴舍的结合 但本质仍是商业化 并非工艺事业或乌托邦 有别于躺平 不为中国官方所乐见 中兴社7月2日报道 记者探访河北省景秋县的青年养老院 地方政府意外透露出肯定意味 报道引述景秋县住建局长王海伟表示 此举旨在抱团发展 以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发展 带动县域乡村全面振兴 由于青年养老院倚仗社群媒体 吸引好奇民众追风的心态 但舆论环境下 但凡出现负面争议 像是农村交通不便 边界感差 设备成就 或社群成员矛盾 这行业将面临穷途末路 或重新洗牌 David表示 青年仍需具备工作积累 经济基础 独立生活能力和社会经验 才能真正享受青年养老院的生活概念 David也提及 青年养老院提供暂时的美好出口 商业化之后就是梦想 被打碎 泡沫被戳破 最终青年仍需要独自面对孤独 内心失落 财务压力 是否重回职场的纠结 甚至家人压力的现实 青年养老院恐冲击人力资本累积 在杭州的上班族何先生认为 在躺平城市做青年养老院生意 是顺势而为 向云南具备天然躺平心智 关键是生活成本便宜 才能以低价出租 他评估自由职业者 才会去青年养老院 像是网红不差钱 或做着不差钱的梦 差钱的人才不会去 何先生表示 若在北上广深 打造青年养老院成本太高 入住成本更得翻倍 根本躺不起 且一线城市太卷 若主打躺平 入住者恐会更焦虑 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 驻研究员王国成表示 年轻人对青年养老院趋之若无 反映中国青年失业率高 而就业的内卷压力攀升 再者是习近平鼓励青年 朝向资通讯产业工厂工作 之前热门的金融业薪资下降 或抑制电商服务业 都让年轻人在低薪买房无望 抵抗成家立业压力后 直接躺平 而青年养老院多选址在农村 物价低廉正是短时间内兴起的条件 消费和生活的条件比城市轻松 但王国成认为 青年养老院不可能长期发展 除非啃老 不然入住要花钱 却不工作 没有经济利基 不符合经济学逻辑 长此以往将冲击中国经济 王国成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也是个在转型的阶段 从一个经济快速成长到一个新常态的过程中 他们也在适应明天不会更好 你会去青年养老院 就是自由业者 如果是一个动不动就长期离职 或者是请假 人力资本技术没办法去累积的话 长期的经济发展 当然会有抑制的效果